同步过问国事的大王突然发现 昔日弱小的秦国越发强大 已经有了吞并他们的趋势 预感到亡国危机的大王 连忙召集群臣商议强国对策 可满朝文武提出的方案 却没有一个让他满意 怎么都哑巴了 平日九四里谈笑声声 欢腾得很 此刻国难当头 你们倒是给本王拿出个主意 一直主张变法强国的韩非站了出来 口口声声只有变法才能强国 此时想要强国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然而也被韩王当场驳回 你想要气死寡人吗 寡人怎会有你这般之子 韩国经过多次变法 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韩王已经无法接受再一次失败 他早已经想到了对策 韩王听说 秦相吕不韦为了修建沟渠应对水患 在寻找主持修渠之人 求贤令甚至发到了韩国 修水渠本就是耗鸣耗食的工程 他决定派出天下第一的水渠工程师政务 将秦国所修的工程拉大拉长 让秦国没精力吞并六国 他却不知道 正是这条计策让秦国有了一统天下的物质抵御 合法足以脾勤若勤 保韩国十年平安 奉命来到秦国的郑国为了完成任务 只能找吕不韦府上的公子韩非好友李斯疏通关系 本以为会十分困难 没想到李斯一眼便发现这是一个壮大秦国的机会 深知郑国实力的李斯 直接将人推荐给了吕不韦的心腹王婉 很快便传到了吕不韦耳中 吕不韦当即就要亲自考教一番 给本乡看看你的能耐有多大 为了表示重视 吕不韦特意请来了朝中大臣一起接见郑国 郑国也没有让他失望 面对任何关于水利工程的问题都对答如流 可当郑国说出为秦国准备的方案 却依旧让吕不韦有些不知所措 按照郑国的计划 就算以大秦的国力 想要修完也得耗时十年之久 征用民赋二十万 这还不算期间损耗的粮草自重和征用的大局 吕不韦只能装睡先让人退下 之后叫来门客商议对策 这郑国修渠方案诸位觉得如何呀 众人皆不是修建水渠的明白人 自然也不敢断定郑国修的这条耗尽活力的渠 会不会真的能达到他所说的效率 所以只好写信询问修渠能守李冰 很快李冰便传来消息 身为水利大师 李冰不知道这是韩王批秦对策 他只知道 这条渠一旦修成 秦国将不惧天下 这让吕不韦再也没有了顾及 直接将郑国定位了总负责人 好那就让郑国主管修渠之事 丝毫不知道自己给秦国送了怎样一份的大礼的韩王 还在为提秦之计的成功沾沾自喜 唯有韩非看出一旦给秦国实践 韩国将再也没有机会 可当他再一次提出变法 趁此时机增强国力好应对未来的秦国 依旧被韩王一口拒绝 别总想着用你学的那些东西往我韩国身上讨 你学的能比寡人的计策高明吗